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7月4号星期二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不仅会来关注 新能源车企们在上半年的表现 也想和你一块来看看 维珍银河几十万美元船票的太空游 当然 国家地理杂志遇到的困境 也值得我们的关注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全新的一天 特斯拉比亚迪销量双双大涨 7月2号 特斯拉发布了 今年第二季度的生产及交付报告 4月到6月 特斯拉汽车 在全球生产了接近48万辆车 交付超过了46万辆 这两项数据和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都超过了八成 彭博的分析认为 特斯拉的交付量 证明了降价策略已经产生了效果 今年以来 特斯拉对旗下产品的价格 进行了多轮调整 先是1月和4月进行降价 随后在5月的4天之内 进行了两轮涨价 不过7月1号 特斯拉中国宣布 将会对两款高端车型 Model S和Model X 进行4万元左右的降价 特斯拉此前的库存问题 也进一步地缓解 交付量和生产量的差距 正在逐渐减少 尽管特斯拉在美国市场 是最大的电动车品牌 但是在中国市场 他们的销量 已经落后于比亚迪了 在7月2号的下午 比亚迪也公布了他们的销量 6月份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销量超过了25万 纯电车型和混合动力车型 各占了一半左右 今年上半年 比亚迪的累计销量 超过了125万辆 造车新势力 发布6月成绩单 理想汽车半年销量超过了去年全年 进入到7月份 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们 纷纷公布了自己上个月 以及今年上半年的销量 理想6月份 交付了3.2万辆新车 月交付量 首次突破了3万 上半年 理想的交付量 接近14万辆 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今年第四季度 理想将会发布 旗下首款纯电车型 理想的创始人理想表示 未来三年里 理想想要成为20万以上 乘用车品牌销量的第一名 并且达到160万的年交付量 领跑 哪吒和蔚来 6月的销量都超过了1万 其中领跑汽车 去年的亏损超过了50亿元 今年3月 他们下调了全系车型的价格 降价之后 领跑汽车的销量又逐步的提升 哪吒汽车则是销量前五的 新能源车企当中 唯一一家还没有上市的 小鹏汽车 6月交付超过了8000辆 是前五名里 唯一没有过万的车企 不过小鹏的销量 已经连续五个月回暖了 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 未来几年里 新势力车企 传统中国车企 和海外车企 或许会迎来 新能源汽车的混战 市场格局仍然会持续变化 华为将为制选车 建立独立的汽车门店 根据第一财经 6月30号的报道 华为的制选车业务 正在建设区别于 现在手机卖场的 汽车销售门店 来专门销售 华为制选车 生态联盟当中的车型 包括正在销售的 ITO问界系列 以及规划中的 奇瑞 江淮 吉胡 等等合作车型 报道里还提到 新建门店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是建设全新的门店 另一种是对 现有门店来进行扩容 专门为汽车 开辟一个足够大 而且独立的区域 目前华为的汽车业务 有三种模式 制选模式 是华为参与 最深的业务形态 华为不仅会参与 产品的研发和设计 在车辆生产完成之后 还会在华为的 手机渠道当中来销售 华为此前在线下 一千多家销售手机 电脑和电视的 终端门店来卖车 财经网的分析认为 华为门店内的空间有限 很多门店只能放下一两辆车 来展示 即使说空间足够 黄金位置也很有限 而且华为门店里 要卖的汽车 也是越来越多 苹果耳机将采用 USB-C接口充电盒 还能够检测听力和体温 根据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7月2号的报道 苹果将会在今年年底 推出采用了 USB-C接口充电盒的 AirPods Pro 同时苹果还在开发 听力测试功能 通过用户对耳机中的 不同音频的反应 来检测可能存在的 听力问题 还会根据用户的听力问题 来调整声音的播放 未来苹果还计划 在AirPods硬件上 增加更多的健康传感器 比如通过耳道测量体温 不过最新 苹果的还是把AirPods 打造成助听器 助听器是一个 价值百亿美元的市场 苹果也已经招聘了 传统助听器厂商的工程师 目前苹果为AirPods 增加的类似于助听器的功能 还没有获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也就是FDA的批准 不过Mark Gurman也表示 因为苹果AirPods Pro的 更新周期本身就比较长 新的健康功能 在短期内还很难推出 可能还需要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的时间 Inflection AI完成了 13亿美元的融资 加深和微软英伟达的合作 6月29号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Inflection AI 宣布完成13亿美元的 最新一轮融资 投资方包括 微软英伟达 比尔盖茨 和Google前CEO 埃里克·施密特等等 这一轮融资之后 Inflection AI的估值 将会达到40亿美元 也成为了总融资规模 仅次于OpenAI的人工智能 初创公司 Inflection AI成立于 2022年的3月 三位创始人分别是 Deepmind的联合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 和LinkedIn联合创始人 Inflection AI并不是一家 面向企业的大模型公司 它自称是AI Studio 主打面向消费者的 应用产品 目前仅推出了一款 对话式的个人助理 和ChatGBT不同 Inflection AI的这一款 个人助理 更加专注于提供情感陪伴 它也更擅长 补助用户的情绪 并且做出反馈 这一轮融资也推动了 Inflection和微软 以及英伟达的合作 微软是Inflection的 云服务提供商之一 英伟达则是提供 AI算力服务 这家初创企业的 创始人表示 英伟达正在帮助 Inflection 部署数千个H100GPU 全面投入使用之后 Inflection将会超过Meta 拥有用于人工智能 最大的GPU集群 为了拓展云计算服务 甲骨文从英伟达 购入数十亿美元的芯片 根据路透社6月29号的消息 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 兼董事长Larry Allison表示 甲骨文正在花费 数十亿美元 购买英伟达公司的芯片 来扩展AI浪潮下的 云计算服务 甲骨文正在和亚马逊 以及微软的云计算 展开竞争 想要构建可以处理 大量数据的快速网络 除了从英伟达购买GPU之外 甲骨文今年还将从 NPIR和AMD购买大量 用于传统计算的CPU 这些芯片花费的资金 可能是GPU的三倍 甲骨文在上个月表示 已经和英伟达投资的 AI初创公司Cohere 达成了协议 Cohere将会为 甲骨文数据中心的 超级计算机 提供人工智能软件 维珍银河首次完成 商业航天飞行 正式开启商业旅行服务 6月29号一架 装载着维珍银河飞船的飞机 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起飞 随后航天器脱离运载飞机 把三名乘客带到太空边缘 并且顺利返航 航天器达到的最高高度 接近85公里 达到了大气层 和太空分界线的边缘 维珍银河这家公司 也首次完成了 自己的商业航天飞行 维珍银河是由英国富豪 Richard Branson 在2004年创立的私人航天公司 致力于为私人提供 亚轨道飞行业务 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所提供的服务是相似的 乘客在机舱内 将会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 并且可以在太空边缘 一窥地球的样貌 因为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下令停飞等等原因 这次的飞行 比最初的计划晚了两年 这次飞行成功之后 维珍银河将会正式开启 航天旅行服务 并且计划在今年8月 启动第二次飞行 此后的每个月 都将会安排飞行 自从成立以来 维珍银河已经售出了 大约800张的机票 每名乘客收费在 25万到45万美元不等 之前我们早咖啡节目 也介绍过的 Axium Space 推出过的太空旅游服务 每个人的费用 达到了5000万美元 国家地理解雇所有全职作家 关停纸质版杂志零售渠道 根据华盛顿邮报 6月28号的报道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在7月1号 才撤19名全职的撰稿人 未来的杂志文章 将由自由撰稿人 和部分的编辑共同完成 除此以外 国家地理杂志 将停止在美国报刊庭 销售纸质版的杂志 不过纸质版杂志 并不是完全消失了 尽管在零售渠道 没有办法单独购买国家地理 但是订阅了数字杂志的用户 仍然可以获得一份实体的杂志 未来国家地理杂志 将会把业务重点 转向数字产品 加大对社交媒体 和短视频的投入 成立于1888年的 国家地理巅峰时期 拥有超过1000万的订阅读者 2015年 福克斯取代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成为这份杂志的大股东 2018年迪士尼收购福克斯之后 国家地理又来到了迪士尼旗下 而这次才撤掉 所有的全职撰稿人 也是迪士尼集团裁员计划的一部分 携程投入10亿元 鼓励员工生育 6月30号 携程集团面向全球员工 推出生育补贴政策 入职满3年的携程员工 每生育一个孩子 就可以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 直到孩子满5周岁 经过测算 携程将持续投入10亿元的补贴 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2007年 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 曾经辞任CEO的职务 到斯坦福大学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劳动力市场 携程此前在内部就推出过 鼓励生育的措施 包括发布孕期交通费 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等 根据界面新闻的统计 自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 已经有接近10家上市企业 发布生育支持政策 比如大北农奖励三胎员工 9万元现金 乔赢股份提供学费报销 和教育补贴等等 聊到这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如何看待携程 鼓励员工生育的行为呢 你还希望企业会提供 哪些福利措施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设计Jack 实施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